6号冯潇婷,10号郑志,11号穆里奇,15号孔卡,19号曾成 现在又是恒大队的进攻,赵旭日回敲 因为是刚刚脚球之后,所以我们看现在场上的位置还有点乱 张立鹏将给孔卡,孔卡打门 门将扑了一下 那这个球孔卡打得很聪明 不是发力,但是追求角度 那今天非常好,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没有下雨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正常场地条件下的比赛 孔卡连续的原地的摆脱 漂亮,哎呀,这个球啊,高临 好像有一点点,是有一点 动了早了一点 对 在两边上的 好球,好球 富里奇进去了 大门,好球 1比0 好球,好球 上半场比赛进行到6分20秒 广正宏大队打出了中路的非常精妙的一次配合 我们还在夸高林说 这个赛季的高林球好像踢开窍了 这个球充分体现了高林的 他的这种聪明 还有他的这种脚法运用的合理 没错 这种定位球相对来说 咱还能特别的注意力集中 因为他有一定的收集 对 一比尼 过了空卡 进了禁区 调起来 后点 没有包抄的出人 但一比尼刚才这一下 还是展示出了 作为一名中锋 他的能力还是不错 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对 郑志 孙祥 这好球 荣浩 头球点了一下 球拿下来了 好球 打门 哎呀 那个球 看得很好 非常漂亮 你看 这就像是刚才我们的那次 对他的战术 分析的一个实力的证明 看这个球 没有出边线 冯小婷需要迅速回位 郑志顶上来 两个人假抢 做 好的 好球 郑志进去了 看看这个球 不给点球吗 这个球正好进去了 但是恒大队给我们的感觉 好像他们 更像是在控制这个比赛 因为恒大大部分时间 都在对方的反抢 他的 他的大多数全球 都是在自己的反抢 对对 莫里奇和郑志之间的配合 又交给空卡 看空卡怎么办 上门了 对方的门将 打得很突然 这也是澳大利亚的现役国脚 篮步伐还算是灵活 三十分钟了 对 三十分钟呢 恒大队谁射门最多呢 空卡 已经完成了三次射门 又走路 所以我们走路确实 这条球传得不错 危险 这个球是被 挡了一下之后变线 没有飞进球门 打门的是他们的十四号球员 麦克林奇 恒大要防 就是要防对手的这种 突然的长传反击 处理的不好 融浩呢在这个球快要出边线之前回传门将 拿好 好的 穆里奇胸部挺好 再和对方争位置谁都不犯规 空卡 好球分到边了 视野非常的开阔 小的 好的 这是郑志 郑志躺了一下 这一趟啊 打门的角度越来越小了 打门角度小了 所以这也是今天 整体战事上面很关键的一趟 空卡一移动 谁往里面走 空卡 漂亮 再敲回来 敲 敲 莫里奇 点球 裁判给了点球 终于给了 终于给了 球先捅着去了 对方犯规了 这一下 刚刚踩到了 库里奇的脚面上 对 射门 好球 2-0 彭道队现在已经把总比分 扩大为4-1 赵旭智今天在后腰这个位置上 他的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就是赵旭智 把球 做给空卡 好球 浪开 浪开 好的 传给了孙祥 孙祥在看位置 接着 莫里奇 莫里奇 蹭扣 再打 进了 这个球被对方的门角单掌打出来 莫里奇想人球封过 这是打得太自信了 相对来说比较平衡 C 对 这球 好球 C 好球 好球 看高林怎么办 高林 打进去 哎呀 这小球居然没进被对方的队员挡了一下 高林 有机会啊 擦得很好 擦得很好 对方 这几脚倒得也非常漂亮 射门 这个球冯晓婷对对方的意图判断的非常准确 就是在对方起脚的一刹那把身体送出去 红大这一段时间稍微乱了一点 拿好出来 红卡这次很积极 中转找莫里奇 莫里奇的速度 球还在莫里奇脚下 交给高林 高林转身 大门 高住了横梁 好球 好球 第二点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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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落在了莫里奇脚下交给空卡 空卡再交给高林 高林啊 大门 好球 漂亮 三比零 恭喜高林 恭喜高林 东部不复有信任务 对 今天他已经做得了 至少三次以上的机会 对 裁判这个球的判法有点过严了 很严格 哎呦